天年运动身体健康还能抗老 新竹县额眉乡百岁人瑞杨云贵 是县长杨文科的书工 琴棋书画样样惊透 拉二胡唱八音年轻时务农 到现在仍保持每天走十公里 身体硬朗完全不像一百岁 县长杨文科替百岁人瑞杨云贵 挂上总统府赠予的金锁片 众人频频鼓掌恭喜 九九重阳节即将到来 县府道府之贺 那额眉乡我们杨云贵先生 他是我书工 他真的是琴棋书画样样型 你看他身体非常的皎洁 我们所有看到的还能够走路 还能够开车子的 大概只有我书工 那他平常每天都起来走路 这个数十年如一日 地方上所有大大小小事情 他都能够发挥他一个 长者的智慧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他真的是一个人才 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身穿西装挺拔 杨云贵今年刚满百岁 身体相当硬朗 行走自如完全不像一百岁 是县长杨文科的书工 保读诗书七情书画样样精通 年轻时务浓早睡早起 现在年纪大 仍然每天运动走路十公里 饮食清淡不挑食 儿子说规律作息是爸爸不老的秘诀 有运动 每天都会走路 走路 贫穷 这是你的出彩 其他没有 出炒蛋饭 出炒蛋饭 对对对 都吃了 都一般 都没 谈不下 不挑食 不挑食 我爸他其实 从年轻 因为早期他比较 从日据时代 那就是做农事 比较操劳 我想这个可能跟他的 年轻的时候这些锻炼有关 所以他现在能够这么长寿 那平常他也是就是 心心寡欲 那有以前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那个戏班 他也会拉二胡啊 会唱那个客家的那个八音 会这么长寿 当然也是我们做晚辈的福气 二胡声响亮优美 还会拔音 苍经有力的米木辉豪 更是出自杨云贵之手 儿孙满堂全都来道贺 说父亲长寿 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